另外一个抗争的场面是今天早上红海召开股东会 不过在老董郭台铭发言之前呢 就有社运团体在门口抗议红海剥削员工啊 经营血汗工厂啊 但是这场抗议活动没有提前申请 所以警察保全要驱离他们的时候呢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冲突 推击 场面差点失控 红海股东会一早就很激烈 停止打压老公 就此血汗工厂 大汉血汗工厂 大汉劳工不是动物 而30位社运团体制 趁着红海移民次股东会 在股东面前痛批董事长郭台铭 对郭台铭先送出来 我以为我们这一份 尊重为他准备的一个礼物 就是因为在大陆成都福石康工厂 6月13号又传员工情深 社运团体之一 红海根本没有改善恶劣的劳工工作环境 郭台铭也没有好好反省 因此学生以行动拒为劳工发声 不过也有人力挺郭董 人总是要有一个良心 对不对 人家过程这么打拼啊 应该来鼓励都来不及了 还给他抗议什么东西 进行换一个小时的抗议活动 因为违反集会忧心法 已经被警方驱离 但被抗议的主教郭台铭 尚未对此做任何回应 专门新闻 郑建旭 陆仪 SNG小组 台北产能报道